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他播出我是杨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他介绍的 这是英国的作家Robert McFarlane 他是当代最杰出的自然写作者之一 他说写的一本新书 中文翻译本 刚刚由大家出版公司出版 书名叫做大地之下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互联网 可能也听过物联网 可是你有听过苏联网吗 叫做Wood Wide Web 跟互联网一样都是Triple W 如果你没有听过苏联网是什么 那在书里面非常重要的 Robin McFarlane用一种非常特别的散文字笔 充满了感情 从一开始就吸引了 我们对于苏联网的注意跟兴趣 他说第一次听到人家说起苏联网的时候 我强忍泪水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 一个挚爱的朋友即将死去 他年纪太轻 并是来得太急 我去探望他 想着这就是最后一面 疼痛跟药物使他疲惫不堪 我们坐着聊天 我的朋友是一个森林人 是一个Treeman Forest Man 表示他非常喜欢树 非常喜欢在森林里的体会 他的生活跟思想都跟树 长期相处 他的祖父的姓就是Wood Wood就是树 他住在自己造的木屋里 这些年来他又亲手种了好几千棵树 他曾经在笔记本里面写着 树的提议在我自己的学艺里面流淌着 McFarlane回忆 那天他向这个朋友大声朗读了一首 对两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诗 那是Robert Frost 他的一首诗 诗的标题就叫做白话 所以也是树 攀上白话的雪白质干 即使影响死亡也是宣告新生 然后呢 就是这个朋友 告诉McFarlane 他最近读到的叫树际关系研究 如果有一株树 他生病了或他承受压力 树林会透过地下网络来分享养分 这个网络将土壤里面的树根连接在一起 有的时候生病了树 可以借此疗养而重获健康 这就是为什么McFarlane必须强忍泪水 因为这个时候 他的朋友已经如此接近死亡 但却能够带着完全平静的口气跟心情 讲起树跟树之间 彼此互相协助治疗的现象 朋友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力气告诉McFarlane 地下共享系统运作的细节 在人的眼睛看不见的地方 树木如何在土壤当中 向别的树木伸出援手 光是这个形象 对大部分人来说 都太陌生 都太奇怪了吧 埋藏进入到地底下的神秘的网络 将个别的树木 纳入到这样一个庞大的森林社群里面 那个画面 让McFarlane难以忘怀 那个画面 应该也让我们在读到听到的时候 感觉到难以忘怀 从此就在脑中生根 随着时间过去 我还会听到其他人提到 这个非比寻常的想法 那些个别的片段 开始彼此连结 慢慢形成了 好像可以理解的现象 那我们来 随着Robert McFarlane的散文字笔回顾一下 1990年代的初期 加拿大森林生态学家 叫做Susan Simard 他研究布列丁哥伦比亚省 西北部一座温带彩伐林的地下植物 发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相关性 当白华树的幼苗 在被人为的彻底除去的时候 四周种植的花旗中的幼苗 也刚刚好会出现 雕尾 找腰的现象 长久以来 林业人员呢 他们认为一定要彻底的把原来地上的这些树苗给除去 才能够避免白华苗剥夺黄旗松苗 这是属于在森林里面 林业人员他们要种的作物 而白华苗呢 对他们来说是杂草 所以要把杂草 杂苗给去除掉 为了要保护 可以给作物的宝贵的土壤资源 但是西曼尔他就开始怀疑 这种单纯的竞争模式恐怕不正确 他觉得白华树很可能是在帮助而不是在阻碍 花旗松的成长 因为白华被移除之后 花旗松的健康也受到影响 真的会有这种植物的物种之间的援助吗 那如果有的话 这是怎么来的 它的本质是如何 个别的树要如何跨越森林的空间 而能够互相帮助 所以西曼开始研究这个谜题 他的首要任务是确认树木之间是否存在着某一种 彼此连结的结构性的基础 他跟他的同事 利用非常精微的基因工具 把森林地面剥离来窥看下层的植物 也就是土壤当中的 我们可以称之为 像是在飞机上的黑盒子 记录飞机飞行过程当中 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而土壤当中 是不是也可以找到一个 告诉我们 树跟树之间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的 这种黑盒子呢 这个研究领域在生物学家当中 当然非常的麻烦 不容易有结果 他们看到的是一片苍白 而且极端纤细的丝线 这是什么呢 是由真菌在土壤当中 所生出来的菌丝 这些菌丝相互连结而形成网络 它的范围之庞大 它的结构之复杂 令人叹为观止 所以西蒙尔 他检测森林的土壤当中 每一立方公尺 让我们猜猜看 他就找到了长达数十公里的菌丝 真菌过去我们的体会跟认知理解 对于植物有害 是引发疾病并且导致植物功能障碍的寄生虫 这是存在了几个世纪之久的看法 然而随着Simon展开研究 就说服了越来越多人相信 某一些常见的真菌跟植物之间 可能存在唯妙的互利共生的关系 这些所谓的菌跟真菌 它们的菌丝不只是潜入到土壤 也在细胞层次上编入到植物的根 它的根间 也就是最前头的这些细胞 因而创造出可能可以供 分子传送讯息的这种界面 个别树木的根 也在这种编织当中被连接起来 而形成了 我们看不到 我们以前从来不知道 在森林底下 非常繁复而且惊人的一个地下系统 只有往地下看 只有像McFarlane这样 去探索大地之下 这样的真菌的网络 才能够被发掘 才能够被看到 Simon他的调查就证实了 他研究的森林地面底下 确实存在着 他后来把它称之为叫做 地下社群网络 是把树苗串联在一起的一个 真菌物种的繁忙聚落 他还发现真菌联系不同的物种 不只联系白花跟白花树 不只联系花旗松跟花旗松 更重要的 他连接了花旗松跟白花 还有远方 在许多植物之间形成了一种 平行的 非层级式的网络 Simon确认了 树苗之间存在着 这种联络的结构 不过 菌丝网络 只是他们共生的手段 它存在的本身 并不足以解释 白花树苗被砍伐了 被除掉了之后 花旗松的树苗 为什么就会生病 也没办法解释 这种合作系统 到底传送了什么 这些细节 Simon的团队设计了一个实验 要来追踪 这个地下隐形革阵 它的生化活动 他们向花旗松注射 放射性的碳同位素 之后呢 再用指朴仪 以及闪烁技术器 来追踪碳同位素 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的动向 这个追踪的结果 真的令人震惊 碳同位素 不会一直局限于注射的树里面 而是经由这棵树的微管树系统 向下就一直移动到根间 由此进入到 跟其他树木的根间相连的 这些真菌菌丝 一旦进入到了菌丝当中 这个碳同位素就沿着菌丝的网络 进入到另一树树的根间 由此 进入到另一棵树的微管树系统 真菌在这个过程当中 吸收并且代谢了一些 沿着菌丝移动的光可作用的产物 这是他们在这个共生系统里面 他们所得到的好处 这证明了非常奇特 过去无法想象的 树木是可以透过菌根网络 在彼此之间挪动他们的资源 同位素追踪的结果 也显示了这种相互关系的复杂 有一项涵盖30平方公尺的研究秀显示了 范围内的每一棵树 都跟这个网络真菌系统是相连接的 有一些老的树木 因为存在了时间很久 甚至他们可以透过真菌 跟多达其他的47棵树木 彼此互相连接在一起 这结果也解开了 白华跟花起松共生的谜团 花起松从白华那里收到的光和碳 多余自身送出去的碳 虽然违反我们的直觉 但是这就真的解决了 真的解释了 如果你把这些白华树苗都砍伐了之后 花起松幼苗它所摄取的养分 不会因此而增加 却是因为它得不到 来自白华树苗的传递的这些光和碳 所以它的养分反而减少 最后就导致花起松的凋臂而死 这是多么神奇的 我们闻所未闻 甚至无法想象的森林当中 植物世界 植物彼此互相通讯息 彼此互相传递养分的一个 惊人的地下网络 我们休息一会儿 后来继续聊 大家好 我是刘克湘 亲近自己的城市 找回城市的温暖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听见台北的声音 拥有颗热情的心 有爱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 FM93.1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教台的 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球晚上九点 回到播出的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Robin McFarlane 他所写的大地之下 大地之下藏着很多 我们不知道的秘密 所以呢 在接近自然的时候 甚至在研究探究人文的时候 我们不能光是只看 地表上面有什么 或者是往上爬 或者是抬头看广袤的星空 我们要知觉到 大地之下 在地球表面 容易看到现象以下 到底藏着一些什么 例如说 这里藏着一个树联网 这个树联网 最早的发现者是Simar Simar 把他的发现 整理成为一份摘要 他在里面大胆的推断 真菌跟树木 化二元为同一 因为这样 才能够创造出 我们所认识的地表的森林 在这样的一个观点当中 树木不再使彼此互相竞争水分跟养分 从土壤当中进行各种不同竞争的个体 而主张 森林是一个共工系统 树可以在其中透过真菌的网络 彼此互相交谈 创造出Simar 拟人化的 把他们称之为叫 森林智慧的一种 集体生存的策略 有一些比较老的树木 会喂养 被视为亲属的小树 充当像母亲一般的角色 从Simar研究的角度来看 整个森林生态的形象 都闪烁声光 和过去大不相同 也就是从 那样的一个比拟的系统形象 以前我们认为 森林像是一个激烈的自由市场 在这里进行的 非常激烈的零和游戏般的竞争 现在呢 藉由发现了树联网 于是森林的形象 看起来比较像是 社会主义系统的 资源重分配的社群 1997年 Simar把这个主题的第一篇重要论文 就发表在Nature这个杂志上 树木跟真菌的地下共生系统 因此就获得了 称之为叫做 Wood Wide Web 也就是树联网 同样是Triple W 的这个称号 Simar他 Simar发表在 Nature 他的文章 具有开创性 影响之大 催生出一块完整的 新的研究领域去探究 地下生态的科学研究 从此 蓬勃的发展 而新的侦测 跟绘图的技术 也阐明了 树木 植物 这种社群网络的 新颖的各种不同的细节 是Simar说的 树联网被绘制 被追踪 被监测 被系理 揭开了森林网络的美丽结构 以及精巧运用的语言 而在新一代的森林语言学家 跟刺图家当中 有一位年轻的植物科学家 他的名字呢 叫做Sher Drake 这是接下来 在McFarlane 他的书里面 要特别介绍的一个人 这个人 他要特别提的 不是刚刚跟大家讲的 Sher Drake 这个姓 而是 他的first name 叫做 Merlin 为什么这个first name 这么重要呢 那就是因为 如果大家对于神话学 稍有涉猎的话 你可能知道 在英格兰 跟威尔斯的神话当中 就有一个最有名的魔法师 叫做 Merlin 传说他协助 亚瑟王取得了王位 所以他跟这一位 有着魔法师名字的 Merlin 并肩站在一处 巨大的举目 蒙森林 什么叫做蒙森林呢 那是个Copies 指的是砍伐树木 让树木以新生的能力 从树桩 蒙生出若干新芽 真正成为一处 比较矮的树丛 以便攻林业砍伐 他就站在那里 他说 我从来没有看过 这么大的蒙森林 更不要讲说 走经过这样的蒙森林 这个树根从一端到另外一端 有十公尺长 树的本身 可能已经有四五百岁了 他就对 Merlin说 我猜 这树至少 半世纪没有人来采伐了 这蒙森的枝条没有被采伐 它就已经长成了直立的枝干 围在这个蒙森林的伐桩边围 四周向外放散 在中心直流下可以容纳两个人的空间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那是一个多么神奇的一个空间 这棵树可能是在半个世纪之前被砍下来 砍下来之后呢 它的树皮的周遭又长出新的树芽 然后这个树芽一直不断的往上长 但是因为中间这个树干被砍伐过 所以被砍伐过的那个树干 就留下了两个人可以站在那里面的空间 他们两个人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 享受置身于古老树木之内 不是在树木外 在树底下 就是在树里面的那种特殊的感觉 透过灰皮的字条 向外眺望这片森林 这举树有两条比较老 比较低的枝干 彼此互相交结在一起 已经融入彼此 树皮连成了一整片的皮肤 它的维管树系统增生并且结合 只要不受扰动的时间够长 活着的树木就像是缓缓移动的流体 就像Macfalen在薄壁矿脉的黑暗当中 曾经看过的炎炎 就像是他门第地下所见过的方解石 像行过裱土跟岩床的冰河之冰 只要时间够 活着的树木可以流动的 他就拍着这个树干 我听说这叫做Pleaching 就是树会边斜在一起 有一个艺术家David Nash 他在英国的北威尔斯一片林间的空地上 就种了一圈白蜡树 然后把树木弯曲边吃 让他们不只是长在彼此的身边 还长入彼此的身上 因此而形成了一个艺术品 那是一座舞动的白蜡穹地 由主干跟分支结合而成 那Merlin回答告诉他说 植物科学家也有一个专业的术语 叫做Snagin 全名呢 可以称之为叫做树之吻 其实术语是Anascolation 来自于拉丁文的Oscolai 意思就是Kissing 就是亲吻 这可能发生在树木之间 也可能发生在不同的物种当中 而且这种结合也会发生在地下 树根之间的交流 可能比树词更加的强烈 原因是地下的空间更加有限 综合交错也会更加的密集 不过这在真俊网络 却是一乎寻常的常见 连接起非常不一样的物种 从两条菌丝管柱开始 两株真菌 突然之间就真的就结合为一 东西也可以开始在彼此之间流动 包括遗传物质跟细胞核 也就是基于这个原因 物种的概念 在遇到了真菌 我们就没有办法再用这种方式 分辨清楚物种 甚至连生物到底是什么 这样的问题也很难加以回答 学过生物学的人知道 物种的最基本的定义 就是可以彼此互相交配 生出子嗣来 可是在真菌界 没有物种的差别 它们可以跟各种不同的物种 彼此互相交换 细胞交换 一串物质 这不就是生殖的最基本的现象吗 真菌虽然形有性生殖 但彼此还可以横向的来传送 精英物质 仿佛狂乱杂交难以预测 我们对真菌界的这些现象 一直到今天 所知仍然有限 于是就像真菌学里面 最古老的笑话所说的 接下来 Mark Farland的散文之笔 稍微一转 转到让我们更进一步来认识 这一位真菌界 苏联网 像是魔法师一般存在的研究者 Merlin Merlin他诞生在 1987年10月15号的 大风暴之后的三天 所以他还很年轻 那特别的是 1987年10月15号所发生的 那是飓风 也就是像台风一般等级的风暴 正风的风速高达 每小时200公里 航空母舰在海上 都会因此而被吹翻过来 杜伦就被陷翻了吹到岸上 大约有1500万株的树木 因为这一场大风暴 而被吹断 英格南南部跟法国北部的森林 它的地面被撕裂 像是板根一般朝天倾斜 Merlin 他人生的第一天 是一个Black Monday 道琼指数呢 创下了新低 易造的财富一笔勾销 全球金融市场 随之崩溃瓦解 Merlin并不是带着 吉祥的预兆 来到这个人世间 如果放在希腊神话 他注定要成为 破坏跟毁灭的力量吧 不过他被赋予了 这样的一个神奇的名字 长大之后 成为一个神奇的人 为什么他是一个神奇的人呢 因为他在少年时期 就迷上了生物区里面 最落寞 最乏人欣赏的居民 那是第一 台仙和真俊 对于世界上那些 富于魅力的大型植物 反而兴趣却缺 他说 我小的时候 我的超级英雄 不是漫威里面的人物 而是第一和真俊 为什么呢 让我们听听这一段话 然后对比一下 我们自己对于 自然的认识跟理解 他说 真俊和第一 摧毁了我们的性别分类 也重塑我们对于社群 和合作的理解 扎碎了我们那些 演化世系的遗传模型 彻底竖清我们的时间观念 第一会制造可怕的酸性物质 把岩石崩解成为尘土 真俊能够把强效的酵素 释出体外 溶解土壤 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体 也是最古老的生物体之一 它们创造世界 也破坏世界 有什么比它们更像超级英雄吗 在《大力之下》这本书里面 马克法伦借由他的书写 给我们许许多多 前所未知 甚至不可以想象 对于这个世界的知识 以及体会 这本书就是《大力之下》 介绍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 感谢你的收听 明天后一时间 我们再会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阿宝阿热热 在《大力之下》 在地方你往面走 把把把揚 我等下順路載你回去 不好吧 你剛有喝耶 我還很清醒啦 只喝一點點而已 我又沒醉 不行啦 現在酒駕被抓到 連乘客都會一起被罰耶 蛤 沒錯 酒駕新規定 酒後駕車出販提高罰還金額 最高售罰2萬元 同車乘客也會一起售罰 最終罰到3千元 喝酒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